作为大众服务 作为大众服务的前提 不就是很口号 抓住每一位顾客的心 来了之后一种 拼住过一回家的感觉 给人家气势 让顾客 做完一直得我们的 人家很青睐、很支持 我叫口宝 我的人生其实很简单 三分钟了解 一辈子不远 我的人生给你 就是医生 这一时一时称医生 就是这个八叔人的生活贵 在意外打水水水滴 能够通过水的倒入 就能吃上热气腾腾的这种繁残 当时小的名字 现在就是一定要烂 要简单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作为师村来就是八叔大地 现在我们把技活下叫八叔烂人 煮酒 但不能煮闹 传承不满笨 创新不收酒 要说一下你能够 给他一种体验感和可视化 让我们做的原材料单速出来 大家可能看得见 就是我们天然的食材香料 成为祝福而成 锅里面主要是有国际的大地 有老道 别酒 花椒 辣椒 姜葱 以及生牛肉 我们这个地料采用天然的香料 炒至点生 红油就是这个纯辣椒 把鸡色炒至点生 矿鸡色也吃起来吃过锅 不需要不要倒汤 那么加入矿鸡水水水水 就能冲蒸 它就能熟熟的 就能熟熟的 就能熟熟的 这个烂人就吃吧 烂人 要打个烂 烂安逸 烂拔死 这个八 反正是霸 你们就拿八刀柴 来做一个不要空气的冲心 这个是雕笼 这个雕笼 我们宣传的是山水的小油 万一一头人身上只有三斤鸡 就拿了悬摘刀 这个就不加任何的东西了 就听下来背味 煮熟 煮熟 煮熟的晚上还长得久 这个里面 因为是鲜煮熟 在这儿把它吃过度清爽 能烫出一种跑的感觉 基本上就是七刀八刀就可以了 排骨哈 我们是轩的竹排的金排 金排比一般的普通排骨 价格的要鬼 为什么要注意这么差 因为它吃的干净很有口感 谢谢 陈屋 做餐飲的话就是这两层可以去发生两个大 一个就是冲蒸 冲食材的宣制料 一定要翻铺归蒸 第二个是冲种 冲种就是一定要让我们老板的小伙企业和小伙企业和小伙企业喝过 演起宣冲 演起宣 format 演起宣